下面我们介绍几道与经典排序算法相关的比试面试高评题 给定一个数组 在数组中只包含零一二三种值 如何调整这个数组 做到零都放在这个数组的左边 一都放在这个数组的中间 二都放在这个数组的右边 那么这道题目呢 实际上是经典的荷兰国旗问题 整个调整过程和快排的划分过程是非常的像的 它可以做到时间复杂度为B勾温 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勾一 那在遍秘整个数组之前呢 我先在数组的左侧设立一个零区域 初始时呢它的长度为零 然后我在数组的右侧设立一个二区域 初始时它的长度呢也为零 接下来我就从左到右遍秘数组中的数 那如果当前数为一的话 我们就直接跳到下一个位置 继续考察下一个位置上的数 如果当前数为零的话呢 它就和零区域的下一个位置上的数进行交换 然后让零区域呢向右扩一个位置 如果当前位置上的数为二的话 它就和二区域的前一个数进行交换 但是二区域的前一个数 实际上是我们从来没有辨理过的数 所以下一回我们还是停留在当前位置 去考察换过来这个数 它是零是一还是二 在这样的过程中呢 二区域会逐渐的向左扩 而我当前的位置呢也会逐渐的往右走 当当前的位置和二区域的位置重合的时候 整个过程停止 给定一个二维数组 在二维数组中每一行跟每一列都是排好序的 再给定一个数 请判断在二维数组中是否包含这个数 如果二维数组大小是m乘以n的话 那么这道题的最优解可以做到 时间复杂度为b勾m加n 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勾1 那么它的找法呢实际上是从二维数组的右上角开始找 如果当前数大于我的要找的数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二维数组中每一列都是有序的 那么当前数如果比我要找的数要大 那么它下面的所有的数都会比我要找的这个数要大 那么此时我就向左移动 如果当前数比我要找的这个数要想的话 因为二维数组中每一行都是有序的 所以这个数左边的所有的数都会比我当前数要小 于是就选择向下移动 每一个当前数都根据以上的逻辑判断向左还是向下 如果在移动的过程中找到了我们的要找的数 我们就直接返回处 如果一直到越界了都没有找到我们要找的那个数呢 说明整个矩阵中就没有我要找的那个数了 于是就返回false 给定一个数组 然后请返回在这个数组中需要排序的最短子数组的长度 比如1543267 那我们知道只用对5432这部分进行排序就可以了 所以它返回4也就是5432长度 那么这道题目它的最优解呢 可以做到时间复杂度为B勾N 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勾1 它的做法呢是首先 我从左向右便利整个数组 我单独用一个变量记录下便利过的部分的最大值 此时我们只关注一种情况 就是便利过部分的最大值大于当前数的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真实的排序之后 这个最大值它起码会在当前数的位置 或者是更右的位置 从左到右便利过程中 我们只记录发生这种情况的最右的位置 接下来是从右往左便利整个数组 我用一个变量记录下 我便利过的部分的最小值 此时我们依然只关注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最小值比当前数要小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下发生在真实排序之后呢 这个最小值它起码会占据当前数的这个位置 或者是更左的位置 在从右往左便利的过程中 我们记录下发生这种情况的最左的位置 最左的位置跟最右的位置中间的这个范围 就是我需要排序的最短子数组 给定一个无序数组 返回排序之后 相邻两数的最大差值 比如说一个数组排序之后是 1234789 那么最大差值来自于4跟7之间 所以返回3 那么这道题目呢 它的最优解可以做到 时间复杂度为b勾n 它的思想来自于统排序的思想 但不是真实的进行统排序 如果数组长度为n的话 它的额外空间复杂度可以做到b勾n 而和数值具体出现的范围是无关的 那么这道题的解法是 首先我便利数组 找到其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那么最小值和最大值这个范围上呢 我等量的给它分成n个区间 这个n呢是整个数组的元素个数 每一个区间分别对应一个桶 每个数根据各自的区间选择进入对应的桶 我们把最大值单独放在n加1号桶中 那么我们知道 所有的数进桶之后 第一号桶中会有最小值 n加1号桶中只放最大值 那么桶的数量一共有n加1个 而数组的元素个数一共有n个 所以在中间必然会出现空桶 那我们知道 在同一个桶中的相邻数的差值 不会大于桶区间 而来自空桶两侧的相邻数的最大差值 肯定会大于桶区间 所以我们完全不用考虑 来自同一个桶中相邻数的差值 我们只需要考虑 分别来自两个桶的相邻数的差值 也就是后一个桶的最小值 减去前一个桶的最大值 接下来我们只用考虑 每一个桶的最小值 和上一个飞龙桶的最大值之间的差值 并且记录下其中的最大差值 就是整个数组在排序之后 相邻两数的最大差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